再来看台股 近期美股大涨带动了台股反弹 不过近期因为大盘这个位阶因素 短线基本面营收亮眼 族群普遍只有一日行情 于是这个操作时应该要多加 留意技术面跟筹码面 分析师黄冠凯就认为 台股近期主流族群转换快速 量能开始逐步的加温明显 所以看好4G概念跟电子商务族群等 又4G概念股受惠两岸三地政策的加持 所以也渴望为短线市场焦点 好 更多的详细内容 我们就带来看今天 旌旗日报的旧市轮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